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段我们在接续同时 让大家能够清楚一些什么叫方便 佛法的方便是什么 跟我们一般所谓的方便 我们可能一般所谓的方便可能就是走捷径 short cut 我方便 未必是对对方方便 那佛法的方便是什么 佛法的方便就是讲顺应众生 知道众生的特质需要什么 给予他的 那才是方便 所谓方便它可能就不是最究竟 最殊胜 最高 但是呢 对这个众生来讲 他能够接受了解 这个就是对众生的方便 而不是艰色艰难 那佛法的方便是怎样什么呢 我们上次有讲是五个层次 人 天 身文 菩萨 佛 那我们有五个层次呢 我们一般学的这个过程呢 也是这样子的 从开始我们所谓的善恶标准 其实跟佛法是不一样的 从皈依三宝找到自己真正的家开始 然后呢 在学习布施 因为布施最容易做 布施呢 就是其实将我们心能够扩大 不再那么自私 自己拥有的可以分与别人 实戒最主要是不要做伤害人的事情 那这个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呢 进入天 御戒天 那要入色戒 无色戒天呢 就需要修禅定 接着呢 再更深入一点 四圣地苦极灭道 要修戒定慧 无漏三学 在菩萨西六度万行四宏试愿 进行受未来生一样式 要度众生 要灭自己的烦恼 法门无量试愿学 最后呢 就会成就佛道 自决绝他圆满 我们修行的一个过程 也是这样的 那这个呢 仁天 仁天 仁天善法 就是仁天的善 声闻的这个修学呢 是解脱道 是佛道 然后接着下来呢 佛是菩萨跟佛 仁天善法呢 是世间法 声闻解脱道呢 是出世间的 出离法 出离欲解 甚至呢 色界无色界 佛菩萨是又出世的心 但又入世来救度 这种 所以叫世出世间 这样可以了解吗 先从世间 世间怎么做人 先明便是非善恶 然后呢 修出离心 出离烦恼的心 出离我直的心 就是出世修的 他的重点 他的目标 心 贪嗔痴 淡薄 灭除了以后 还要什么 再进入到世间 行菩萨道 成佛 佛道才会圆满 还好佛有这么做 要不然我们今天在这边 都苦哈哈的 还在世间混战 那在我们修学佛法 我们了解这个层次 欲你化他人 我们也需要了解 希望跟别人分享佛法 我们需要了解 对方目前 是哪个层次 你 如果他现在 还是在人间 而且呢 善恶的观念 还不很清楚 你一下跟他讲 普通大道 对他来讲 他可能很难接受 那第二呢 从他的特质 性情 来了解 这个人的特质性情 你要可能 这个人呢 你可能 你跟他讲 人天善法 可能对他不吸引 你可能一开始呢 你要介绍他解脱道 解脱道 烦恼 处理世间的烦恼 这可能会吸引到他 那怎么样 知道他的特质性情 从他的行为 可以对这个人了解 我们人呢 常常会 感觉 就对方的 身体的语言 嘴巴讲的话 来做 来一个感受 因为对我是 直接冲突的 我的感受 我就来看 这个人是什么 其实这个是 不牢靠的 因为什么 我们自己的情绪 我们也会 起情绪受到影响 我们更应该的是 以这个人的行为 他做了什么事 他怎么处理这个事 他怎么跟人家互动应对 他怎么带人 他怎么带自己 规范自己 来了解这个人 会有更深一层 更清楚了解 所以我们从这些方面 来了解 这个对象 他是怎么样 那我们才知道 用哪一个方法 来跟他讲 这是一个是方法 另外一个是什么 佛法 什么佛法 什么经典 有些人呢 他可能是 出离心 解脱到 比较这个强 你可能一开始 跟他介绍的是 心经 有些人 思辨能力很强 你可能一开始 要跟他介绍 金刚经 那有些人呢 那个 那个 心是混乱的 行为也是混乱的 那你要跟他介绍 什么经呢 你可能要跟他介绍一下 地藏经 有些人呢 对有一种 对世间有一个 比较清楚的 比较强的一种 认知感 责任感 有什么经典 可以跟他介绍 八大人 绝经 这都非常好的 所以你会慢慢 跟人的相处 去了解 看到 你用什么方式 什么法 来跟他分享 这个叫 遇你化他人 这个呢 不但是 这个方便 不但是 我们自己 学佛的一个途径 也很清楚 自己现在是在 哪一个层次 向往哪一个层次 用哪一个层次 的法 同时对别人呢 也是这样 那有些人的特质呢 可以直接参考案 这个 大家了解 其实一个 做老师的人 需要 需要 需要有这方面的 一个能力 还有经验 好 接下来呢 物令 彼有 疑 即是自信 现 彼 有 疑 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要更加 分享佛法 要更加说什么 即便是呢 不是佛法 平常我们 对事情有不同的 看法 或对事情 有什么处理方法 如果你跟人家的互动 让人家对你是不放心 或者是 产生怀疑的话 大概很难让对 接受你所说 所想的 那如果 要让对方 对我们这个人 所讲的话 所分享的东西 没有怀疑 那首先 是不是要看看 我们自己 已经没有怀疑了 如果我们今天 所讲的话 所要告诉人家 我们自己都 还是没有办法 完全产生信心 有点 还是有疑惑 或半信半疑 你讲出去的话 让对方要能够相信 大概机会就不大了 那如果我们 对自己没有怀疑 也就是表示说 我们对佛法 有信心 对自己能力 有信心 那这个心呢 是从哪里来呢 它一定是 别人 我们所说的 让别人 不会起怀疑 那我们自己 首先要没有怀疑 我们没有怀疑 是哪里 我们的心 已经没有疑了 心没有疑 心 真正的 有信心 所以 物令 彼有疑的源头 在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是不是有疑 心 是不是有 信心 那真正的信心 是由修行产生的 你看到了 你自己的心 先从行为的改变 心的改变 你看事情 的看法 吸收到的 对人的看法 接受 慢慢开始转变了 你可以感受到 自己的心 比较亲近了 自己的心 烦恼少了 自己的心 好像快乐的事情 多一点了 你看到自己的转变 自己正在走这条路 也看到自己能力 做这种转变 你对这个信心 是越来越充分 这个信呢 真正实际上讲 对自己的自信 佛信 还有自己可以转变 进化自己 的这个能力呢 相信 你一步一步 踏实的走 这个才是真正 信心起来的 虽然你还是有缺点 你有很多地方 还是愚痴 还是会犯错 你可以面对 也能够接受 这个事 不过呢 你有信心 你在不断地 学习佛法 你精进 你没有偷心 步步踏实 真正的用功夫 看到自己改变了 你看到自己提升了 你对自己 对这条路 对这个方向 对佛法 都产生 信心 当你修行 越精进 越得力 越长到修行的 这个体验跟滋味 你的信心会越来越强 这个信心 是对法的信心 对自己 可以成佛的 这个信心 真正的信心 是这样来的 那修行要得力 要怎么学 很重要 一定要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 什么意思呢 首先 跟哪个 老师学 特别禅法 没有办法 靠自己自学 能够出来的 这个 这个历史上 也没有多少 为这样的人 大概就是六祖会 的一个 其他的呢 都是有经过老师 就有跟老师学 然后要 修哪个法门 哪个法门 适合你 这个法门 听起来很流行 大家都在 是不是适合你 不知道 那你怎么会知道 要学 觉得正确 所以你一定要跟一位老师学 然后修那个法门 持续下去 飞到不得已 要继续不断的 修下去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叫不得已呢 就是说你碰到的情况 可能呢 你就是要 换另外一位法师 另外一位老师 是不是用相同的法门呢 是不是要看那个法师的一个 愿定 不得已 就是你已经修了很久 修了都没有效果 都没有一点效果 看不到自己 对自己的一个改变影响 体验的一点都不到 或者呢 你修了很久 都摸不到这个法门的药物 都摸不到这个法门的药物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一定要去问你 现在那个老师 要请教老师 要请老师指导你 你用这个方法 怎么好像不感受到 然后那个老师呢 会教你怎么修正 怎么改进 然后呢 还会在follow up 查看你继续用的这个情况 那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那有的时候 当我们进步方法 用到了一个阶段 会碰到一个 会碰到一种情况 到了一个阶段 会停滞一段时间 有的时候相当长 那这个时候呢 需要让老师来帮助你 但总的看来呢 你还是有进步 有的时候进步快 有的时候慢 有的时候停滞 有的时候甚至倒退两步 那整个这条路 这个方向 用这个方法 你还是有进步 那就需要坚持下去 那在这边呢 我也要说一下 就是我们华人 东方人的特性 跟西方人非常不一样 大家都在学 但是呢 会去请教 问老师的人 很少 甚至禅期当中呢 去小餐的人 也是少的 那可能华人呢 在学习方式 从儒家 孔孟之道 要尊师重道 所以老师都是崇高的地位 感觉上是跟老师有距离 把老师是崇高的 高高在上 所以呢 老师跟学生的距离是比较的 那老师的地位是崇高的 所以可能有一种 这样的一个心啊 不容易去亲近老师 可能觉得不自在 那有些人呢 就觉得 这个老师讲的话呢 我都听懂了 这个很简单的 这个白话文 我都听懂了 然后那些话呢 这么多年听下来 那些方法步骤 我都清清楚楚了 可是呢 看了自己呢 这个话 好像就是在那边 在那个凝制的状态 都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都转不出来 也没什么进展 但是又觉得自己听懂 也在做 也没有特别处理什么 可能就觉得 自己可能做的时间不够 要说我每天做两个小时 大概这个就会进展神速了 什么什么什么 就这样拖延了 过了几年 也没有去找老师 或者是旁门道听徒说 讲的呢 好像似之而非 就是没有去找老师 几年下来以后 脸上更挂不 更放不下 要去请教老师 越到后来 越不去请教 脸上就更挂不住 然后看不到进展 就觉得气馁了 那真是更没面子 更不好意思去请教 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大概不是残修的了 然后就消失了 就不再打坐了 非常可惜的 如果你没有一开始就去问老师 现在可以问 真的 一定要每个人都可以修行 你只是要找到适合你的方法 然后在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困难 一些问题 那有经验的老师呢 他可以帮助你 可以指导你 要怎么调整 每个人都有佛系 都可以成功 千万不要这样 还没走下去 从土放弃了自己 那比较好的一个学习精神呢 就是老师跟你讲怎么做 你就试着去 不要老师讲一套呢 你知道 可是做的时候呢 你自己做一套 真的按照老师讲的去做 做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都是新的 新的经验 你不确定 是不是这样 就去跟老师请教 跟老师核对 自己这样这个方法 是不是用的对 是不是可以继续下去 哪里需要 我这个力道对不对 或者呢自己呢 在修行一段时间 在一个情况 一直停滞很久 比如说你说 放松没问题 放松五分钟了以后 就开始迷迷糊糊 迷迷糊糊 有的就开始进入昏沉 有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屋子 这很麻烦 因为已经会 已经养成了一种pattern 一种习惯 赶快去请教老师 让老师帮助 那我们华音经里面呢 入法戒品 非常有名的 善才堂子 Sudana 五十三餐 他是在文书 势力菩萨的指引下 说你去餐谁 你去餐谁 然后下一个呢 那位善知识 再告诉他 你去餐谁 是大菩萨告诉他 去餐的 那善才童子 本身已经是 有很好的功夫了 然后文书势力菩萨 大菩萨去指导他 怎么样让他 能够再突破 再提升 再更深的功夫 那现代人呢 到处名为餐学 好像是那个shopping嘛 都要逛几家 买一个包 买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 都要货比塞嘛 把你的时间都耽搁了 那哪个餐学呢 可能就是一种观光人态吧 去看烟火 这家烟火放了怎么样 那家怎么样 这个不是餐学 你本身没有相当的基础 你认不得人家的老师的功夫怎么样 在哪里 你都不知道你学什么呢 如果是你的老师 对是清清楚楚 这个时候你需要怎么样的一种帮助 可能他没有办法提供你 提供的不是好 或者有另外的老师 这方面能够给你的 正是你需要的 所以他把你引进去 让你能够更上一层 而不是自己看谁是有功夫 谁是名师 谁是邪师 都看不懂就到处跑 到处跑了以后 你的脑子更是混成一团 而且时间都浪费 我们在禅宗史上有看到 比如说像灵济禅师 他去问黄伯 佛法的大意是什么 黄伯就打他 问了三次被查了三次 那后来黄伯就指示 灵济禅师去掺大鱼 结果他自己的师父 打了他三次 都还没有把他打开 所以因缘时机还没成成 所以到他的灵济禅师 去掺大鱼 结果去掺大鱼以后 黄伯希望他悟的 他在大鱼那边悟到了 悟到了以后 他回黄伯那边去 你的师对你是这么了解 然后还帮助你 让别的老师来助你一辈之力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非常有意思 很好的 所以要一门深入 那现代的人呢 没有耐心 没有毅力 这个弄一弄弄 哪一个门都没进去 真的好可惜 所以要一门深入 那这个方法 如果你用了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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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能方法 你用的不对 方法有需要调整 所以要请老师 要请老师 而且当你对老师 跟老师之间相处的 一个态度心态 坦诚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坦诚 这个坦诚不只是 是对老师坦诚 你能对另外一个人坦诚 其实是什么 就把你包袱困绑绑紧紧的那种 化妆啦 makeup啦 armor啦 那个盔甲就慢慢慢慢卸下来了 其实是在帮助自己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讲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 离世 离菩提 下如囚兔脚 正见明出世 邪见世世间 邪正尽打却 菩提 信晚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我们要去觉什么 这个世间之外有什么东西需要我们觉得吗 所以佛法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存在的空间时间中的事情 不在我们的空间时间中你要去觉什么 有什么要觉 佛法是解决人活着的问题不是人死后的问题 活着的时候 活着的时候 面对的时候 所以以人为本 佛法是当我们生活在世间 既然生活在世 当然以世间法为讨论的主题 是解决人 是解决人以人为本 在世间的问题 在我们这个所存在的 除此之外 有什么要我们知吗 所以佛法一定在世间 要觉些什么呢 认识 了解 这个世间的运作 真的看到了 他的运作 规则 无常 无 这个是真世间的运作 了解了 我们就知道怎么一回事 就能够面对接受 这样会让我们世间 过得更想和 更有意义 而不会迷失 浪费了生命 白来了一趟 结果这一辈子 都对抗 都在那边发脾气 然后弄得自己 生活一团 生活也不快乐 弄得跟自己身边 相处的人 跟自己生活的人 家人都倒霉 上班的时候 公司的同事老板 也倒霉 真的来世间 好可惜 好可惜 非常可惜 所以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局 离开了世界 你要去求 这个就好像 要去找一个兔子 上面有讲脚的 那是根本不可能 没有意义 那你觉什么呢 你世间都觉不了了 你去觉 超脱这个世间 世间之外 有什么好样 你去觉得 那佛法在世间 哪里求啊 诸位 会说 在我们个人的内心 确实是 在我们个人内心 他的过程 从脑 听闻 听闻佛法 耳朵听 眼睛阅读 眼睛看 吸收 吸收进来 然后呢 要口说 身形 要把它学习 不是停留在这里 学习 吸收了 你身体做出来的行为 你口里说出来的话 是跟你脑子 吸收到的东西 是相同 一致的 真正的 在做 在用 这才叫体验 体验 体真 然后当你做 当你说 也如此这样的时候 你会看到 你的心 转化 转变 提升 这个是 修学佛法 的 一个过程 一定是要这样的 那如果 比如说 你今天 在这边呢 听我们 讲六种经 你今天 听开示 你今天 阅读了很多佛书 讲佛经的书 里面讲的 可能是菩萨法 解脱法 你脑子里面 已经吸收了 有这样的观念 那 然后呢 你的 身体的行为 口里说出来的话 还是人的行为 还是会动情去 还会受影响 还会呢 高兴不高兴 然后呢 受到影响 不高兴了 听到了什么样的话 你还是一样会起气 还是起称心 这个是什么 称心 情绪 这些是什么 恶道的行为 恶道的行为 所以呢 你脑子知道 脑子听到了 跟你的心 感受的是不一样的 不是说 你脑子知道了以后 你的心整个就转换了 你看出来的世界 没有啊 这样可以了解吗 你只是听在这边 你的身体是人的行为 会做善事 会做恶事 会生气 会骂人 会赌 通通一样 心完全没有转换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修行 修学佛法的情况 是这样的话 并不是说你听到了 你就做到了 你的心就改变了 没有 脑子听到 很好 当你突然 看到了一条 不一样的路 知道有这边一条路 可以做 可是你身体的行为 你口中说的话 没有跟菩萨法 你听到了解脱法 相应 你还是人的行为 还是起情绪 你的心呢 常常都还是在贪恶事里头 你怎么会悟到 你还是在那个街 你还是就是在恶到 三恶到人 人的层次 没有提升 我们现在在讲 修行 不只是用脑 你光用脑 行不通的 行不通的 比如说 这边 左边这个人 太紧张了 他来学打坐 放松啊 放松啊 他就一直跟自己讲 放松啊 放松啊 放松 脑子知道要放松 给了指令 叫自己放松 怎么搞的 放松啊 我叫你放松啊 你怎么 肩膀怎么还是这么紧啊 哎呦 怎么小腹还硬得像石头啊 然后腿又开始痛啊 怎么搞的 叫你放松 你是听不懂 是不是 为什么肩膀小腹 怎么腿都听不懂吗 听不懂我的话吗 然后呢 哦 这就是 越来越气急败坏 心如火烧 你脑子知道 叫身体要做 身体不会做 做不来 没有办法改变 然后就气急败坏 就是什么 心如火烧 你的心就像在地狱一样 那真正的休息是什么 哎 放松 脸上微笑 说微笑啊 真的微笑 微笑非常好 为什么身体要动 因为身体的动会产生什么 化学变化 会产生 会产生生理的变化 让我们一回 一微笑的时候呢 哎 就会让我们身体的动作 肌肉 脸部的动作 会产生 让我们脑部产生化学 化学的 化学的那个 那个分泌 会产生什么 两种 一种 第一种叫dopamine dopamine是会让我们 提升我们快乐 欢喜的感觉 它会分泌第二种 分泌物叫什么 serotonin serotonin是什么 会帮我们 relief stress 会帮我们排除压力 哎 所以我们一微笑的时候 正面的能量提升了 让我们感觉到快乐 然后我们压力感 同时减少 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要讲说微笑 不只打坐的时候微笑 练习微笑 练习微笑 你每一次一微笑 你就在你的脑里面 啊 就产生了两种分 非常好的 分泌物 当你一这样子的话呢 帮助身体肌肉能够放松 所以呢 哎 方法用对 肩膀自然下垂 不要用力 然后呢 让放松的感觉逐渐扩散 用触觉 而不是脑部下指令 然后全身轻轻松松 就会感受到什么 心平气和 这个才是修行 这个才是修行 所以我们的出发点 都是要放松 都是要禅修 可是如果我们的经历 是左边这个呢 就就告诉我们 方法没有用对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你已经是 你不想要这样 你又没有办法解决它 跳出这样的一个困境 就去请教老师 让老师来帮助你 有很多事情 特别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 茫然的 所以要请老师 明年人 这个是禅做修行 是这个样子 平常呢 在生活当中 一样 修行 用脑 用的brain 用brain呢 因为会思考 会理解 会记忆 这个也就是身为人 殊胜的地方 也是人为什么能修行 能成佛 其他 天 阿修罗 恶鬼畜生 地狱 是没有办法 天 天 天都不行 所以 人 有这样子 学习的能力 这个学习 一定 完整的学习过程 一定要 声 做 口 说 心 才会转变 身体 手脚 还有躯干 他做 口 说 本来呢 也很不高兴 本来要很冲 那句话 能够当下转变 不要有暴力 直气 讲一些平和的语言 你就在转变 就在转变 然后呢 心呢 是最后能够影响到 我们呢 修行的过程 吸收理解 一定要用身体 用口 最后 到心 到心 这个是修行的过程 因为身体是粗重 当然 在我们禅作的里头 还有讲呼吸 身体呼吸 最后是心念头 那我们现在呢 心是没有力量 控制不住的 身体是 患散的 没有办法 支配 支持的 所以我们的心的念头力量 很薄用 呼吸呢 比念头 比较粗一点 不像念头这么细 身体呢 它是更明显 更粗重 更更粗大 比较容易 容易 容易支持 念头 很难 呼吸 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呢 一定是从身 脑吸 最后 最后才能够吸 因为身体的 身体的力量最大 对不对 你看 今天 如果 这个人 我不喜欢 我要叫他 隔远一点 你手用一推 他就被你推跑了 那吸 吸很难啊 你在那 呼呼啊呼啊 大口的要吹气 要把他吹走 那你要有风的本事 一吹 风这么大 让人家跑 你说 我要再动念头 让他走 我们还没这个本事 所以一定是身体 比较有力量 我们能够掌控 能够支持 这个力量大 然后呢 吸是第二个 吸念是更微弱 更维系 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 所以我们禅修的时候 会用动 因为这个东西 一开始动 身体就会产生生理的变化 所以像有忧郁症啊 这种呢 我们叫他 一定要多出去走动 走动动的时候 他就身体里面 所有生理的结构 已经改变了 同时呢 也会让他脑部比较开朗 要多晒太阳 那些化学的变化 身体的变化 分明物就开始 就让他整个身心的状况 环境已经在改造 这很重要 当我们修行成就的时候 心的力量非常非常大 大的超过于 呼吸身体的力量 所以心能够转进 但修行的过程 是要先从身体 口 心念 然后 体口 呼吸 再到心念 这样可以了解吗 比如说 有些人 他喜欢读经 从理解的来 有些人呢 是比较跟会学相应 是属于法行人 对佛法很耗耀 所以他很喜欢读经 都会读得非常开心 很好 在讲大圣的经验 菩萨道 可是呢 没有贯彻 所以当他 有起情绪的时候 他一样照样 骂人 打人 没有办法看到 没有办法用方法 来转变自己的生活的行为 那当他生气 骂人 打人 他的心呢 是在称恨里头 恨在心 这就像是什么 在恶道 当你的心是这样的时候 你整个人 整个人请问 这个人是在哪一道 你觉得他是在菩萨道吗 是在人道吗 还是在恶道 克服你整个心 对全身的污染 没有办法 所以 听闻解说了以后 一定要 身体立心 身体要做 口要讲 所以 我们知道了很多方法都知道 用不上 因为你没用啊 你真的没用啊 一开始不会用 当效果是 不会百分之百 但是 你在用方法 你清楚知道 但一时之间呢 你有办法改变 扭转它 你也知道 但是要持续的用 比如说 为什么要禅修 这要提升我们心的 清楚的能力 关照的能力 所以 然后 练习着 把你的心念 平常都放在身体上 你帮在 放在体上 你知道身体的状况 你的心 动了念头 起了情绪 平常可能 不注意到 你时常把心 放在自己的身体上 你会察觉的 比较早 比较快 开始起情绪 身体不舒服了 身体不舒服了 先从调身体 放松 放松 你一放松 你就把预计在身体里面 种种不愉快的情绪 跟压力就释放掉了 你面对那个情 场 你就有了那么一点定律 你的关照力同时有了 你就止住自己 要骂人打人的那个冲动 就是在那个冲动 最高点的时候 你止住他了 然后让那个冲动的那种气 强烈的那个气 你就不会打人骂人 当你经过这样的情境 你看到自己 向来几十年都这样骂人 没了 你的心 就转变了 你的心 就开了 这种 不是你看脑子 用脑子看虚 想象出来的 或在古德 禅师里面的 语录里面看到 那是想象的 想象的就像看电影 不是你的人生 帮助 帮助 帮助不大 顶多就是长了一些知识 所以我们学佛修行的过程 听闻 思考 然后就是要按着 知道听到的过法 就是要做出来 心向往之 身体 一定要做 一定要这么做 你才会看到心的转变 这很重要 所以不要停留在 你停留在脑 身口都没有做 你心怎么会转变 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所以没有问题 浩药 佛法 经典 多文 都很好 你今天读到了什么 你觉得跟自己相应 你就按照他的来做 做出来 有没有用 这佛法 你就体验了 深入了 深入了一分 修正它 再反复的用 你就再更深入 更深入 更深入的过程 你的心就在转变 提升了 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请大家一定要了解 好 这边我们在讲 佛法在世间 哪里求 个人 个人的内心 这个过程 当你心转变的时候 你再去思维 你所听闻的法 你会了解的更透彻 然后再 你也就能够做得更好 然后心 体验的就更深 所以它是一个 这样不断的一个 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然后第二个呢 在众生中求 众生就求 为什么在众生中求 众生是镜子 是我们的镜子 我们的行为 对他人的影响 他人的感受 众生就像一面镜子 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你以为 我这样做的事情 讲的话 OK的 那是你 你以为 你做出来 对别人是什么影响 别人感受 清清楚楚 让你看到 没有这面镜子 我们都自我感觉良好 众生是善知识 让我们学习 无量的法门 那如果你的身边 有善知识 会提醒你 会忠告 会提供你忠告 甚至呢 会指责 会骂你 我们都要把它 看成善知识 他们对我们的批评 如果是 对的 真正帮助到我们 让我们可以改进 如果 他们对我们的指责 是不对的 可能是对我们的一种误解 这也提供了我们 让我们学习到 了解众生的习性 他是这样看 因为我是 怎么样的一个说法 做法 让他导致他 会这样子 让我们学习到 如何可以减少 那让我们 无论遇到任何处境 即便人家是这样 练习 我们的善念 不会动摇 这个也是不动心 也是慈悲心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 因为你不动 你不会因为对方 对你的批评 重伤 而起了称心 因为没有起称心 不动 所以你对众生 看得更清楚 更了解 就会让你知道 你需要用什么方式 来跟他沟通 用什么样的法 来跟他互动 来跟他分 让他可以接受 还有众生 受你的福田 提供我们 赔福福的机会 能够帮助别人 是真正的快乐 这边呢 我自己一个 很大的感受 当在这个 出家修行的路上 尤其我们法谷山 是大圣的道场 所以是 定义众生 师父常常教我们 就是说 不去想自己 自己能够 证悟 成道 把众生离苦 放在第一位 所以我们是 菩萨大的道场 那所以 我们道风是这样子 那当然了 修学佛法的路上 我们也会疲累 也会有挫折感 只是往往 是在你们身上 我们得到了养分 可是被你们感动到 所以 我们就可以一直 再走下去 真的 所以 为什么 佛陀的身团 四众弟子 彼此都互相需要 需要 互吃 没有众生 我们不可能成佛 真的 没有众生 不可能成佛 你怎么会有菩提心 起不了 没有菩提心 没有菩提心 就不会成佛了 好 世间 这边来 跟大家讲一下 世间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 绝 世间 是什么 是 是指古往今来 是时间的概念 过去 现在 未来 是指空间 四维上下 这里 那里 其他地方 那空间里面 有人我 你我他的互动 空间里面 存在了什么 种种一切众生 色类自有道 各不相防 这样一个互动的关系 所以世间 是我们成佛的 资良地 福田 是我们的最佳学佛 提供最丰富的 学习教育 和老师 永远学不完的 所以 可以成就我们 觉悟呢 对世间的现象 彻底的了解 彻底认识 世间是无常的 一直在变的 那觉悟呢 让我们体验到 不好的 我们要能够去改变它 而且是可以改变的 那坏的出现的时候呢 不失望 好的呢 也不要指望它 永远是好 永远存在 所以好的消失 不痛苦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 不仅是说 对修行 修行路上 人生的路上 也是这样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 离世 密谱 恰如 求兔教 离开世间的一切法 一切现象 而能够觉悟 是不可能的 没有这样的事 你离开世间 你要觉悟什么 你世间都不能觉悟 你离开世间 觉悟什么 在这世间之外 还有什么需要 我们去觉悟的 所以 离开这个世间 去求觉悟 那真的是 要笑话了 正见明初是 邪见是世间 邪正尽达 菩提姓万人 今天呢 可能还是要耽搁 大家一点点时间 接下来这部分 我觉得也蛮好的 蛮重要的 郑见明初是 邪见是世间 世间是什么 所谓的世道 世间 我们一般人呢 都觉得世间是常 但实际上是无常 但常是什么 希望青春永终 永远美貌 十年没见了 哎呀 你还是一样 这么年轻 有没有真的是 这么样年轻 不知道 不过 听的人是很开心的 那哲学家呢 知道物质不会存在 所以他们就在寻求 精神不识 一种理念不识 那 神呢 一神教 或者是什么 道啊 他们追求的是什么 本体永恒存在 所以通通都没有办法接受无常的这个观念 实际上 真实的人间世间就是无常 然后认为 啊 是乐的 人世间是乐的 我们 中国的很多成语 非常有意思 要春宵苦短 苦哦 因为他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啊 他太短暂了 所以就觉得苦 夜长呢 让你夜间肯长的时候 你梦多 就开始也不愧快乐了 还有什么 苦中做了 这个我们可能都有讲过 所以世间实际上是苦的 然后都认为 有我 不只是我 所有的物件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 那个我 但实际上 根本没有所谓 不变我 永和存在的我 然后认为 净 哎呀 我干净 都是别人脏 我最干净的 别人都脏 我们 我们有干净吗 我们身体一天到晚就会出汗 排尿 拉死 还有臭味 你几天不洗澡 身上臭的药 口呢 也是不净 讲人家坏话 讲骂人的话 讲一些无聊的话 讲一些奇语 讲一些让人家起烦恼的话 那念头呢 都是在贪嗔痴里头打转 那怎么会净 就是不净嘛 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 真实相 所以我们一般世人 对世间的一个看法 藏的我尽 其实并不正确的 我们称为他习见 那真正的证见是什么 佛法告诉我们的无常苦 我跟不敬 之前呢 我们有讲过 之前 谈经的无相诵里面 有讲 邪正 邪正不用 对不对 看在那里 邪来返早 是 正来返早出 邪正去不用 清静自无 对不对 我们学一学的阶段 在繁复的时候 邪正不分 开始修学过法 知道什么是正 什么邪 先从了解什么是邪 不对的 排除掉 然后到最后呢 是邪正 禁打去 邪正都不用 那在 世间凡夫呢 有世间法 需要有世间法 世间的这么多的人 众生才能够正常 有序的运作 就像 有车子 以前有马车 那你一定要开 一条路来 大家都这样走 那现在 现在有车子 还有无人驾驶的车 所以你一定要 规划出街道出来 你要有交通规则 你一定要有红绿灯 要大家遵守 要搬马线 那样才会 要不然的话 人只要一出门 就造势 就出车祸 就什么 他一定要有诡则 世间运作的诡则呢 就是法律 国家的法律 还有制度呢 比如说像公司啦 团体啦 制度啊 那像我们法国家 有没有制度 有也有制度 他才会大家遵循 都清楚怎么做 那通常制度 就是大家思考 对这个团体 对当代的社会 比较理想的运作 还有呢 社会的价值观 文化风俗 每个地方的就不一样 像呢 如果你交了一个 德国的朋友 德国的朋友 你千万不要送他 白色的花 你千万不要送他白色的花 我们觉得那个白色的玫瑰啊 白色的百合好看 你千万不能送 你送他 你这个感情可能没有了 你可能也坐不他家 你去啊 你去啊 白色的花 那边他们很忌讳的 这上里才能用人 这个就是世间法 然后修学佛法了以后呢 什么叫世俗地 就是基本的基础的佛法 你知道我们人世间 是怎么样运作的 然后因为了解了 了解了基础的佛法 因缘法 因果法 你就会开始起信 起修 走上修行的路上 修行什么 然后最终的目的呢 是要达到第一地 也就是所谓的 圣义地究竟法 圣义地究竟法 是什么 是讲物后的境界 就是禅 禅的境界 禅法 所以他有个 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那是不是我们只要 只要圣义地 就不需要世俗地了 那我干嘛走中间的路呢 这个方便嘛 走捷径 一跳跳过去 那 又是执着 你不可能的 其实世俗地跟圣义呢 他并不相违背 释迦摩尼弗 他也讲基本法基础法 也讲究竟法 那自己呢 是凡夫 先要清楚自己 是站在哪里 自己程度在哪里 然后开始学什么 是邪见 正见 你才能够引导自己 导正自己的邪行 邪语 邪念 清楚了邪跟正 才能够走上正途 叫他实地 一步一步的采文 一步一步的确实修行 那学佛修到了这个阶段呢 我们了解 在谭经里面 他把它简单地分成 邪正不分 邪正分明 邪正分明 这个学佛修行的路 其实是相当长的 最后呢 邪正不用 是成佛 是一个圆满的经常 那我们在凡夫的世界呢 注重的是身心享乐 名利是引导 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 左右我们人 所有的行为 我们的生活 身心世界 然后讲求 忧正乐拜 看的都是这个 我们的心 全部都是这些 是不是都是污染的 那学佛修行呢 我们就开始 了解我们身心的功能 色 受想形式 有五蕴的身 有六根六四六成 有什么样的原因 讲 讲我们人世间呢 我们现在所遭受的 面对的苦果 有他的原因 是可以处理的 要怎么来修 所以 有所谓的智慧跟愚痴 有德 还有无德 然后到呢 成佛究竟的时候 讲的是什么 五蕴没有 心经里面 是不是 无色想 无色受想形式 无苦即灭到 那个五写错了 是没有 无苦即灭到 无智 亦无德 这个就是什么 协证 敬打却 协证不用 所以 协证不分 一般凡夫 还没有修行的时候 他们人生 是跟着世俗价值走 以世俗价值为一规 那开始学佛呢 所谓的俗地 俗的意思 就是在世间 基础的佛法 那最后希望能够证得的是 真地 究竟佛法 所以 这边很清楚的 世间 然后修学佛法 进入到初世间 出离烦恼 出离苦 出离执着 出离两边 叫出世间 打破我们世间 后的所有的观念跟心态 然后呢 出了世间 世间 出世间 还要入世 救度众生 佛菩萨 他们发的试验 众生无边运渡 是 进行受 所有的生命 都在 都在什么 都在帮助众生 救度人 离开 离开苦难 这叫 世 出世间 这样了解吗 世间 出世间 世出世间 这个是我们师父 圣言师父的 分法 在这边 也跟大家介绍 这样就很清楚了 很清楚自己修学的阶段了 你不要 邪正不分 一下就邪正不用 那你 很辛苦了 把自己搞得一团乱了 修学也修不成了 修行也修不成了 千万不要做那样的事情 脚踏实地 道路对的 自己用方法 一定到得了那边 你心里不要去 进去求 去期待 不需要 那些都是什么 分心 让你心有杂染的 贪 你没有接受 你现下的身心状况 你的程度 那些根本都不用想 就是认定方向 认定方法 好好 踏踏实实 诚实面对自己 一步一步走下去 你一定会到的 此诵是顿教 一名大法传 迷闻清美界 悟者刹那间 此诵 就是讲这五项诵 顿教 与金刚经 他们以为五项诵 那与金刚经的五项 有何一同 金刚经里面 讲的最最多 全部都在讲五项 对不对 不与三十二项来见我 你看到的不是真正的 真正的 真正的佛身 你看到的不是法身 没有什么所谓的 波罗波罗密法 没有什么的 阿诺多罗三菩提法 金刚经是什么 不断的否定 无人相 无我相 无众生相 不断的 都告诉你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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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无相诵 这个六祖谈间的无相诵 是怎么讲的 他好像 我们从头看到 他就讲邪证 邪证 对不对 无相诵的无相呢 他讲了什么 说通 急心通 如日 处虚空 这个是什么呢 没有思想 虚或或 你有我相 你有人相 你就到处碰壁 不通 这类自有道 各不相 这个真是太美好的世界 每个人都是存在的 而且呢 是活得很自在 很开怀 没有人有冲突 也没有妨碍谁 也没有恼恼谁 这个呢 无众生相 各类都有自以他的 活得好好的道 世界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这个也讲的是什么 若真修道人 我啊 去掉我之 无事相 但自却非心 打出烦恼坡 我 我 跟我的对境 对缘 原相 这样可以来吗 他们都是在讲无相 但是用的方式角度 不一样 金刚将是否定否定 六祖谈经 告诉你 怎么正的无相 那此诵是顿教 一名大法传 顿教 谈经 传宗讲的顿教是什么 信 成佛 见到自信 成佛 与佛 无别 就是 见到 我们自己见到 见到的自信 亲近的自信 与佛的佛性 是相同的 正到了那个 直 但是呢 他并强调 要经过三大 阿僧奇节 百节 那个节 那个有时候打字 打完以后 他又跳掉了 一节两节的节 不是戒律的戒 百节修相好 要过三起百节 而正得圆满 佛国 果位 并不是说 他不需要 或他不承认 是没有相违背的 但是他重视的是直 是怎么一个 清醒 那为什么 为什么六祖 贵能大师这么说 禅宗的主持 都是强调这个 为什么呢 他只是讲说 你在那一刻 你体验到佛心 你自己的自信 如同佛心一样的亲近 是怎么样的一个境界 是可以的 每个人都可以的 你尝到了一点 佛心的滋味 他强调的是什么 禅宗 非常重视 当下 眼前脚下的功夫 这个时候 现在 在做什么 你现在 身 心是什么样的状况 你现在 当下 你在做什么 你的身心在做什么 强调重视的是 这个 就是足下的功夫 非常非常重视 非常实在 非常扎实的 而且 very very practical 就是 你体验到了 你接下来的日子 分分秒秒 日日月月 都可以这样过 当你知道 已经在这样做的时候 一定会成佛的 只有什么疑问 你不要经过 三大阿僧齐节以后 你才看到 佛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众生 没有耐心 没有毅力 一听要到 三大阿僧齐节 不修了 那哪是我修 我能够做的 哎呀 会艰难 而且 最主要修行 成佛是什么 新的转换 值得改变 如果 你在 尝到了 体验到了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什么样的滋味 你会有信心 你会有信心 对自己有信心 对这条 佛道 有信心 你会坚持走下去 就是 克服了 扭转了 众生 没有耐心 没有毅力 疑心的问题 把这个重大的一个 这个困难 障碍 去除了 你就有信心 也会坚持 一直 修下去 那你将来 一定成佛的 禅宗 非常重视 眼前 就是此时 俗下 你在做什么 你的心的念头 在做什么 非常重视 这个实 实际的功夫 所以禅宗 是非常实际 非常现实 非常practical的 这个是禅宗的 优点 也因为 当下我们可以让每个人 每个人当下就受益 就开始改变 就开始改变 这是非常好的 所以师父为什么讲 能见净土 你当下一念的清净的时候 你就是在净土当中 你尝到了什么叫净土 你就会想要继续修学下去 你也知道了 他的殊胜 他的多么好 你也想要别人 也能够有这样的体验 也能够在这样的日子 就这样子 慢慢慢慢 传给身边的人 就越多越多的人 可以在做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观念态度 来过自己的生活 那 这个无相送里面 讲到的顿 所谓的顿教 讲的是什么 唯传见信法 对不对 他重视的就见信 见到自己 清净的自信 指使见信人 他没有传你别的 就是告诉你 就是见信 怎么见信 正来烦恼除 烦恼除掉了 不再执着了 那最主要是什么 疑 我们的心 千万不要拿他用来怀疑 真是得不偿失 对不对 上一次有跟你讲了 有跟诸位分享过 我请教过 师父说 你就当别人都是 好人 好人 有讲过原因 你把别人当好人 你自己第一个是最快乐 最舒服 如果你觉得你身旁人都是坏人 你不会有一秒的安宁的失 而且当我们把别人看成是好的人的时候 我们自己本身散发出来 就是善念 就是正的力量 当我们正的力量起来的时候 你也会引发别人善的那个能量 善的念头 善的那个种子也会发芽 跟你相近 你会引发别人善 我们千万不要去做一些引发别人恶的事情 或言语或动作 真的这个彼此互相影响非常大 你不要认为 哎呀我没有修行 我哪有什么能量 你自己观察 彼此会吵来吵去 逗来逗去 讲的不出来 就是你的恶能量 让人在那边发酵 不要让恶能量发酵 我们要让自己的正能量发酵 然后也能够带起别人的正能量 正进哪却 菩提心完然 这个都是在讲 你当下能够去除执着 去除烦恼 清静的自信 菩提的心就出现了 就清清楚楚的呈现 不是说我要怎么怎么怎么 它是同时的 同时的 一名大法传 为什么叫法传呢 只要我们不执着 不执向 不着想 无所缘 没有对劲 攀准那个 烦恼就无从生起 当下就是无我的闲心 所以是顿教 那佛法大传呢 适合一切众生 能够度一切众生 所以千万不要说 哎呀 我不是学禅的资料 哎呀 我不是学佛修行的资料 出问老师 让老师帮你 做一些调整 一切众生都可以依无相法 解除烦恼 建训成佛 所以是大法传 所有的众生都可以坐上那条船 我们不是 不是一个小的游轮 载两千人 也不是一个什么不传百度 所有的都可以上这条船 所以叫大法传 人都可以坐 人都可以得度 这边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师父说的这四句话 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 太好了 都是白话 大家可以把它废下来 我觉得非常好 师父说 一切都是现的 一切都是完整 无缺的 一切都是新鲜的 秒秒 时刻 每面 每口呼吸 都是新鲜的 每个念头 都是新鲜的 一切都是美好的 这个是在想 师父这四句话 就是无我 无我的境界 一切都是现成的 看清楚了 世界的就是因缘 因果 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好奇怪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 没有什么 它就是完全是因果 因缘法在运作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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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去看 因缘 真的非常有趣 你因缘看得越清楚 越透彻 很多事情呢 不以为怪 你能够接受的事情也多 对你影响呢 不能接受的事情 你自然会说 一切是完整的 对不对 色泪 自由道 各不相防劳 每个人都活得开开心心 无缺 真的无缺 真的无缺 一切都是新鲜的 每一口呼吸 每一个念头 每一个时刻都是新鲜 一切都是美好 对啊 无因无过 对不对 无相里面就叫我们 不要见他人飞 不要见他人过 对不对 这个就是完全是无缺 的境界 好 大家 这四句话 一定可以背起来 一切都是现成的 完整的 新鲜的 美好的 常常提醒自己 有用 把它当现代咒语 来念 好 弥节 弥文经年节 弥呢 就是我们悟的时候呢 还没有成熟 所以还在弥中 那修行呢 就让我们大悟 像大悟一般的谜 伸手不见五指的悟 慢慢慢慢慢慢 可以 疏散一些 清洁 虽然迷迷糊糊 但是可以看到 看到有悟的 那个环境的景象 那一次一次的听 一声一声的修 然后 需要时间 那我们自己要 要知道 不要求速成的结果 善根成熟的时候 自然开了 所以因缘成熟 自然 自然就会产生的现象 那修行安全 要承认自己是凡夫 自己是有烦恼的迷人 在迷中的人 不是有智慧 这个是最安全的 不要马上追求看悟 不能够看悟 也没有关系 慢慢地修 但是呢 一定要听闻佛法 同时要 深口 要力行 不断地修行 修行不是只有听闻 不是只有靠脑 一定要做 做 两个 在修行来讲 你要有方法 无论是 打坐 拜佛 诵经 诵经不是在经浪 诵经是训练自己 专注力 定力 还有头脑的清楚力 你诵经的时候 有没有杂念出来 你很清楚的 念佛也是 去念心脑的专注力 清静安定的力量 杂念 都可以 拜佛 可以 都是很好的法 八世东才进行 没有问题 你一样可以进入 身心统一的境界 所有的方法都可以 一定要有个方法 当你用方法 你身体在做 你心转变 然后一直要努力下去 你最后 才会开悟 而且最后 一定会 开悟的 功夫到了 水到渠成 好 好了 全部讲完了 我们第二品的剥肉品 今天圆满了 嗯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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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